我现在连简历都递不进去 老马 你看儿子他要进鼎华 这事还真得你出马了 你就找那个苗焕阳 说说这事 这个 爸 我知道 您骨子里面 还是一名军人 一直坚守着自己 做人的原则 我也向来 都是以您为榜样和开幕 行啊 这是跟谁学的 一家人说话不用绕丸子啊 还是那些事 估计啊 真得请您帮忙忙 这个 我 我还得再想想 你给他当牛做马 这么多年了 你就求他办这点事 你还要想想 什么叫当牛做马 我们只是生意往来而已 不是 那你这瞎琢磨什么呢 什么叫瞎琢磨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这么难听 我又不是说 让你给人家送钱送礼 我就说 你正正经经地呢 提一个意见 为咱们儿子 争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 但是你说一句 又能怎么样啊 走后门这种事 我马俊海从来不干 我看你不干 老马 了总 你可是稀客呀 你好 你好 这是我儿子马上 了总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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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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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来 坐坐坐 坐 随便坐 老马 我去拿水 好 辽总 这么上门打扰你 真是不好意思 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怎么能说打扰 好 烧点水 咱们喝点茶 马上 大小伙 真棒 年轻就是好啊 老马 这些年的合作伙伴中 要是论人品 我最佩服的还是你 你看 我在鼎华的时候 你从来不来跟我叛径 我退休了 你可是第一个来看我的 苗总 你看 你这么说 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我 我这 这么些年的朋友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虽然退休了 余热还在 那我就直说了 那我就直说了 其实就是我这儿子的事 他呀 刚把北京的工作辞了 想回老家来发展 好啊 这不 听说鼎华人事部 我再招一个主管 我就想 这事必须请你帮忙 就耗着脸皮找你来了 对 苗总 这是我的简历 我看看啊 经师大毕业 专业是对口的 工作经验也蛮多 不错不错 这么好的条件 应该很有竞争力的 但是咱们这个职位 要求的是三十五岁以上 我投的简历 基本上都被退回来了 对 就连简历都递不进去 所以说 才来找你嘛 希望他还有个面试的机会 老马 这提起鼎华呀 心情复杂 苗总 其实我也想问 你看你这么年轻 身体这么好 怎么突然就从鼎华离职了 这 我呢 是累了大半辈子了 想做的事也都做完了 这年轻一代也都培养起来了 我呢 干脆提早退休 想想轻浮 是这样 鼎华的这个人事部呢 原来是属于我女儿管辖内的 行政管理中心 可最近呀 它分出去了 所以我们家苗飞现在手上的权力 你在鼎华也封信了大半辈子吧 你 你这刚一走 他们怎么能就这样对你啊 大公司都这样 马尚 你怎么办啊 你要是真想进入鼎华 你得有心理准备 从工作上呢 大家都是同事 一旦要牵扯到利益关系 那情况就会复杂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 怎么应付人际关系 那可是一道难题啊 苗总 这个我动你呢 行 简历我留下 放心 我一定把它递进去 不过我能做的也就到这儿了 之后的事 看这小子自己的 谢谢苗总 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你说得对 能不能当上这个主管 那还得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本事 要是没这个能力 就是当上了 那也是无人无疾 老马 你是明白人啊 老马 你是明白人啊 水开了 咱们喝茶 来 你好 进 菲菲 爸 你怎么来了 我来跟你聊聊 倒水 刚跟林总聊了点事 顺便过来看看你 聊什么事了 有一份人事主管的招聘简历 你也看到了吧 就是那个马上对吧 工作履历还不错 就是年龄偏小 不符合公司规定 你 以后没有年龄规定了 他是您推的人 朋友 朋友的儿子 刚回到双清来找工作 我觉得这小伙子能力还行 你可以关注他一下 也要多观察 看看他适不适合 在这种公司工作 明白了 您就是为了这事过来 是啊 原来的那个招聘条件 那分明是想推杨训上位嘛 这怎么行啊 不公平嘛 希望请你